各位同仁,我們院長,主委,還有各位官員,大家早 主席,先請院長好了 新官上任三八火,恭喜啦 院長早 早 早上看你在做市政報告 業務報告的時候 文職彬彬,但是坦白說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好像不太適應我們整個立法院的環境跟氣氛 所以我看很多委員要很大聲來諮詢,好像也有點不好意思,除了一兩個例外 但是我想還是要面對現實 或許你在專業領域應該有相當深的造詣 但是啊,畢竟立法院啊,這個是多元化的聲音,你也必須尊重 就像你剛剛所提到的,我們現在好像在公務體系裡面好像要服從長官的命令 然後又跟我們學術的目標跟方式又不一致 那就像剛剛很多委員在質詢說 所以我們沒有明確規定說一定要只有中文民國國籍 或是要你一定要放棄 但是啊,因為前幾天剛好我們的財政部和部長也面臨這個問題 他很爽快就當場答應了,很爽快 那院長,您擔心的是什麼 譬如說你在這邊你剛剛講特別強調有任期制 等到你的任期結束之後,你還要就回到美國 問題是,如果是你一種五日經召心情到這邊覺得是有任期制 然後可能把你該做工作做完之後你就要回去了 坦白講,你有辦法全心全力 辛辱旁木的權利為我們中華民國這塊土地 我們學術研究的貢獻一幾次信力 不會想著美國的事情嗎 我有把握 你有把握,就是全心全力 在這不管是幾年四年或是說甚至更短的任期兩年 你都有辦法把事情做好 而且這段期間完完全全美國那邊事情你可以完全來先割在一邊 對,我有把握,美國已經沒有事情了 是 那沒事的話,為什麼捨不得放棄 因為我剛剛講過,我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士 那很多世界有關學術研究的資訊 假如我放棄的話 這一些資訊我都沒有辦法拿到 然後現在這個 台灣的學術處境我們也知道相當的困難 在國際遭遇到的困境 所以我是做多方面的考量 然後才做這個決定 我想我跟政務官是不一樣的 這個行政院的政務官當然 照這個法律規定是不能持有雙重國籍 中央研究院的學術行政機構的首長 是一個特殊的情況 所以我想 立法院當時有這個 換句話說剛剛我們委員通了很多質疑的 你有把握一定能夠克服 絕對不會因為這個雙重國籍 來影響你對於中華民國這塊土地的熱愛 全心全力的奉獻跟犧牲 然後你做完事情你如果回到美國 那又另當別論這樣子 我有把握 而且我覺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你上任要不要先宣示啊 我想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經過那個程序 我想那個會 應該要宣示吧 對 對啊要宣示就職啊 對啊我想 現在再安排時間 你已經上任七天了嘛 為什麼大家還沒宣示就職 今天就要備詢了 這個我 是不是還是有 不是不是這個是時間的安排啦 這總統府要安排這個時間 所以這總統府實在是失職 到現在還沒有安排 現在還沒有就職 我們在執行不曉得幹什麼 院長下次再執行好了 我請我們的陳主委好了 執行的老半天 要補派令 派令有 派令有還沒宣示就職 派令人家講的都不算話嘛 對不對 宣示以後才算話 委員 宣示是在國庫今天會宣示的啦 所以會排每個月只有一次 是這樣